好了,我們一會兒可以聽電話,2892-7899 再說一次,明天下午三點,維多利亞公園草場集合 我們有個五區公投聯委會主辦的一個遊玩 幫助跟聽眾講講,早前我們籌完錢,2012大專那班又籌 我們少說了我們需要籌錢 但是好像突然停了,所以再跟網友說一聲,寫文仍然未籌夠錢 剛剛出一個月的薪給夥記都是要自己掩,剛剛這個月出薪都是自己掩 我剛才跟新幫助,我乾堂了,已經沒有錢再出薪給夥記了 都是淒涼的,所以鼓勵網友這個五區公投運動 我剛才講,仍然有很多開支是需要支付的 我們只是三個人入屋的選舉部都要百多萬 三個人加起來,已經很省給的,盡量業數比較少 都要百多萬,所以只是這一筆已經,其他的費用不用說了 這筆已經是最大筆 每個月的人工都要十幾萬,再加上那些,所以呼籲網友 支持一下,多少也好 我們自己都要找方法 一百幾十,一千幾百 我們不說,都以為已經搞斷了,公投開始了 大佬,我們公投聯委會,我們都夾了一百八十萬 一百八十萬,三個人除三,每個人六十萬 你很容易計的,每個人已經佔了六十 然後這幾個月要出糧給夥記 然後剛才我講公投報那些,這筆很容易計的 那些網友不知道的,你先告訴你 很嚴重 我們每個人都起碼還差幾十萬未籌到,起碼 不要緊,大佬要賣樓 我和我老婆,就是 賣多幾碗牛肉麵 大佬倒閉了,網國那間店都要,賣多幾碗牛肉麵 好,我們聽聽羅先生的進度如何 羅先生 你好,玉敏 是,請講 剛剛早兩個,大家先表明陳先生,我是很支持你的 是 聽了你的年紀,真的覺得你很偉大 能夠自己有百幾碟東西,幾十碟東西 這樣承認都不要,真的 蘭米兒一天都要幾斗米節要,真的 我們沒有錢的,我們是窮鬼來的 是吧 我們是沒有錢的,是窮鬼來的,還要是 是吧 不過有人想分享自己 剛剛早兩個星期三天到香港 很想聽你說,但好不要再回來十天,病了七天 這麼大,很厲害,很厲害 那些菌很厲害 真的厲害,真的厲害,回來還要看醫生 那你保重身體 六月,不過有一件事鼓勵你 回來香港,和那些迫使司機,Render司機 我都覺得他們真的很支持你 是 起碼有十幾%低下層支持你 但是我的朋友,每個都忠賊 說起你的名字,都是不想走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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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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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你們都六十歲了,其實你們都不是為你們 我真的覺得不是為你們,你們又不用命,你拿名做甚麼,你不如買多點牛肉麵,不就更好 明白 我覺得大共,我也佩服大共,真的有老婆在那裡,有女兒在加拿大約 現在的新環境,問心說,今年在外國不宜的人,我都問你,但是你們擔心 哪有可能能夠找到工作,環境就是惡劣,那些大財務真的壟亂殺 香港,問心說,20元工資我覺得是可恥,但是做生意的人沒辦法 交這麼多租,你想想,你再交20萬,那個惡劣店,其實20萬在你的生意的嚴格上 剩多少呢?我想起碼是百分之30以上 最少 租金至百分之30,你們這些小朋友 租金、百分之30,然後食物成本、火記、人工、燈油、火納 現在所有的水電煤幣到飛起,那些水費,大佬 沒辦法,排污費呢? 排污費,對,很厲害 根本就是你做不到,好像我也是半個生意 他自己的錶壞了,就入我們來掃,然後多收你幾萬元 然後你慢慢上掃,這樣水務局 現在都在跟他講掃,即是你有點小 你不可以教他 不是,我覺得當你的中央達到百分之30,你想分場方法 你還是給少些人吃,你不給人吃,別人不光顧你,你死了 唯一有什麼減? 燈油、火納你不可以減,唯有減薪 人工都減不到 所以你現在這樣的情況,其實… 過去的立法委會都講過很多次 即是香港現在逐步步向這個沉淪的了,經濟上 即是因為你那個… 即是你那個地產市場,包括商業市場的操控 即是這個操控一人打破,即是香港那個經濟的發展 只要窒息,那你窒息的話,那怎麼辦呢? 就死了,他們 你怎麼打破,是沒有… 喂,你最重要是通知香港的朋友投票,什麼都假,OK? 好嗎? 而且你都要告訴那些朋友解釋,譬如那些說不喜歡辱文那些 你反問回去一句,喂,你怎麼看家下的財團壟斷情況? 是嗎? 他們很重要,因為他們有錢啊 那些朋友是中上人,住山頂的,那怎麼辦呢? 那他下一代呢?那他下一代… 即是他可能找到,是嗎? 那他的下一代怎麼找呢? 他們沒有小孩啊 沒有小孩啊 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 他們絕對不介意,你自己說跳舞跳跳,每天兩點多喝茶 那祝他好運啊 這些都不是票員來的了,你不用說了 他們肯定不會投給你票的 OK,多謝你先啦 好 好 OK,拜拜,拜拜,拜拜 羅先生就打來鼓勵一下我們 沒有所謂的,做人… 尤其是我們這些人,當然有人喜歡你,有人不喜歡你 不喜歡你,就憎到你死 我在街上有一個人在一邊走一邊罵我 然後我就追過去,哇,他跑得更快 很好笑,我走過去問,喂,你罵我什麼啊 不是啊,我在荃灣整天遇到一個人 一見到面就那樣粗可罵我 習慣了,十幾二十年都是這樣 我整天空過去,你夠膽就打我了,他又不夠膽動 是不斷用粗口重複重複罵我 我那是黃金常常,我又在那裡喊咪 我們那些年輕人在那裡喊咪 又有兩三個人走過來挑釁 整天都是這樣 經常有的,這些 但是你去控他想扭他,想逼他動手打你,他又不會的 這些明顯是職業挑釁者 好,我們來聽聽Tim的電話 是,邱文,我上一集其實打過電話來的了 上次就跟你們講了五區公投,說什麼照搖鏡那些 今次就想講一些其他東西 因為近日發覺大家只集中五區公投 其他東西都很少講 我就是,我覺得其實今年六四 尤其是五一六之後 你們絕對有需要和有本錢 就是和支聯會分開搞的 好難啊,真的 不是很難,我前幾天在人網討論區 其實都見到很多網友說 今年六四不想去維園,不想被那班 因為支聯會很多都是,即那些常委 很多都是普選聯班人,很多都說 不想被他們再佔了個道德高地 拿著咪,不想聽他們的笛 其實我覺得有需要,玉文,你有沒有想過 我真的沒有想過,我有看到有人有這樣的意見 但我真的沒有想過,我覺得支聯會 即是連年六四燭光集會和六四前後他們辦的活動 都搞了二十年,我們沒有必要去另外找個地方 那你目的是什麼先,有人跟我這樣講過 除非去支聯會改變那個既定流出, 除非你支聯會連那個平反八九民運 結束一黨專政